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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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朋友好 我是蔡立真 我们基督论大体上 基本上已经讲完了 但是我今天还是想要补充 一点点尾巴 就大众版 就信徒版已经讲完了 但是我想要补充一些神学的领域 因为基督论的后半场 那个神学家纷纷出拢 他们有很多更精细的讨论 涉及两个学派之间的斗争 他们各有坚持点 最后是在主后451年的 加克敦会议解决的 制定了加克敦信经 加克敦信经除了坚持 维持保存尼西亚信经 耶稣基督完全的神性之外 又加进了基督的人性 好 我读几个条文给各位听 加克敦信经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性完全 人性亦完全者 他真是神 也真是人 那下面就在解释 那个人性的部分 他具有理性的灵魂 也具有身体 按神性说 他与父同体 同一个本体 这个是尼西亚信经讨论的 好 下面 按人性说 他与我们同体 在凡事上与我们一样 只是没有罪 好 按神性说 在万事已先为父所生 按人性说 在晚尽之日 就是时候满足的时候 为了拯救我们 由上帝之母 同女玛利亚所生 有人就开始不舒服了 为什么玛利亚要称她 是上帝之母 因为这位耶稣基督 她也是上帝 所以就称玛利亚 叫做上帝之母 上帝还有妈妈 所以这觉得很奇怪 这个主要是 亚利三太学派的坚持 因为他们很强调 基督的神性 所以就说 玛利亚是上帝的妈妈 接着是同一基督 是子 儿子的子 是主 是独生的 那最难的是下面 这几句话 具有二性 耶稣基督具有二性 两个本性 这两性不相混乱 不相交换 不能分开 不能离散 就是强调 她的神性跟人性 都是完整的 那这个两性 不能混乱 inconfustery 不相交换 unchangeably 这英文都很难读 都是很长 很重的字眼 意思是说 神性永远是神性 人性也永远是人性 神性不可能吞吃人性 人性也不可能转化为神性 因为人性受时空限制 上帝无始无终 上帝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所以两性是冲突的 所以两性 你要分得清清楚楚 你不能混乱 可是下面那两句话 增加的那个难度 也不可以分开 也不可以离散 因为这两性 已经会合成为 一个位格 所以你不能够说 两个本性 合成两个位格 所以其实最难的 就在最后 这四个形容词 刚才已经讲了 不能混乱 互相交换 又讲了 不可以分开 indivisibly 不能离散 inseparably 涉及到更精准 更细微的 神学争辩 所以 其实在我自己的书里面 我都没有讨论 我只把它放在 附著里面 所以我读一下 我附著里面所讲的话 作为我们基督论的结束 针对基督论的 加克敦信经 在制定过程里面 它涉及 两个学派的神学争辩 一个是安提亚学派 一个是亚历三太学派 以前我们都已经 稍微介绍这两个学派 安提亚学派是 字面解经 比较严谨 比较安全 亚历三太学派 是灵异解经 就是他们 比较多的异端 是出现在 亚历三太学派 不过大体来说 两个学派都还是 我们正统教会的范围里 安提亚学派 强调基督的人性 还有耶稣两性的区分 注意听 亚历三太学派 是强调基督的神性 以及基督两性的结合 他们两个在打对台 两个都是针锋相对的 两个学派 其实都拥有真理的一端 他们是彼此补足 是互相制衡的 如果你缺乏对方 所坚持的那一点 你可能就会 沦为极端或是异端 神性跟人性 原来是截然不同 而且无法相通 神性永远是神性 人性也永远是人性 但是奥妙的是 道成肉身的基督 他拥有神性跟人性 因此使得原来无法相通的 神人二性 有了接触点 有了一个间接相通的管道 就是透过基督 这个位格的相通管道 但是至于耶稣的神性 跟人性 怎么结合 怎么样相通 这是属于核心教义里的吊诡性 吊诡性就是奥秘 奥秘就是讲不清楚了 所以我如果再想要讲清楚的话 我就会犯了危险 所以我觉得剪到为止 剪到为止最安全 我们不需要多废存舍辩论 两个学派 安提亚学派跟亚历山泰学派 其实都有道理 那么加克顿信经 也是尽力的迁就双方的坚持点 可惜两个学派在当时 是彼此敌对的 甚至强行将对方定为异端 这个演出的初代教会 历史的不少闹剧 由于已经进入了奥秘的部分 不容易讲清楚 所以我个人对于 在耶稣基督两性的区分 或者是结合的问题上 被定为异端的神学家 我都会比较同情 其中有一个神学家 叫做涅斯多流 他是安提亚学派 安提亚学派 现在几乎没有出现过异端 所以他们其中的一个神学家 涅斯多流被定为异端 他们真是气得跳脚 那涅斯多流 后来就往东移动 他们派的宣教士就往东移动 一直在 一直到了中国 在我们唐朝的时候 进入中国的警教 其实就是基督论里面的涅斯多流 那现在很多神学家 在替涅斯多流犯案 觉得当时他被定为异端 是冤枉的 安提亚学派是不会出现异端的 他大概就是个性太固执的 得理不饶忍 而且用字不够严谨 在耶稣基督两性的结合上 讲不清楚 太强调区分 就不讲结合 那这个也犯了 加克登进京的大忌 好 我们基督论就讲到这里 我们终于要进入第三个核心信仰 救恩论 我们第三面照妖经 救恩论 先来开个头 我们还是跟前面一样 我们从现代的神学家 或者是作家 或者是牧者的看法开始讲起 在21世纪的后现代 其实宗教家或是神学家 讲究的是多元路线 或者是包容的路线 包含的路线 这个世代流行的是宗教对话 流行的是宗教比较 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 你不要去排挤别人 每一个宗教都有它的价值 在多元的社会里面 你要谈唯一性 这个是不切实际的 所以各个宗教都应该教导人 从自我中心转为以神为中心 每一个宗教都有他们的上帝 每一个宗教都在讲神的爱 所以基督教不是唯一的宗教 所以有一些比较自由派的神学家 就开始有一点典范转移 他们由过去的排他性 唯一性 以基督为中心 渐渐地转成以神为中心 你觉得以神为中心 听起来也很顺耳 但是这个以神为中心 所有宗教的神都可以纳进来 这个跟我们基督教所谈论的 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 真理生命是很不一样的 圣经有讲 除他以外没有拯救 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我们正式进入救恩论 救恩论是基督教三个核心信仰的第三个 也是第三面照要 救恩论主要讨论两个议题 第一个议题 为什么人类需要救恩 答案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因为有罪才需要救恩 这是罗马书第一到第三章的主题 救恩论的第二个议题是 那么人怎么得救 答案是因信称义 这是罗马书四到六章的主题 我们就从罪先开始谈起 罪的定义 圣经所讲的罪 跟中国文化所讲的罪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 提到罪的时候 可能我们的听众或者是 听我们传福音的人都不自在 就是觉得我又没有犯罪 你干嘛说我是罪人 但是如果不切入罪的话 大概很难切入福音 因为如果没有罪的话 那为什么需要救恩呢 不需要谈救恩嘛 所以既然救恩论要谈罪 所以我们来给罪下的定义 我们从圣经归纳出 罪至少有五个含义 我在讲这五个含义 五个定义的时候 请各位也想一想 中国文化里面 中国的文化层面 我们的传统里面 有没有罪的这五个意思 如果有的话 会不会比较能够会通 如果没有的话 怎么样帮助 这个听福音的人 能够舒服一点 或者是他们比较理解 好 罪的第一个意思 是没有射中目标 你射箭的时候射外了 没有射到中心点 你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 罪这个字 它的原文就是射歪了 没有射中那个target 上帝的标准如果是100分 你考99分仍然是罪 99.999还是罪 罗马书 我们救恩论所引用的经文 大部分会锁定在罗马书 或者是加拿太书 因为这两卷书的主题 都是因信称义的救恩论 罗马书三章23节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上帝的荣耀就好像满月一样 正月三十 月远远的 很圆满 缺了一点 过了三十 或者是29日 月就是有一点缺 缺了一点就是罪 所以天主教的四高圣经 把三章23节翻译做 因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 都失掉了天主的荣光 上帝的标准是完全的 但是有谁是完全的呢 既然没有人能够达到神的标准 所以人人都是罪人 罪的第二个定义 这个是很特别的 很惊悚的 可能我们文化里面 是没有这个含义的 圣经所启示的最好 那个中心思想 就是不信上帝 不信上帝 有谁一生下来就认识上帝呢 有谁一生下来就是认识上帝呢 没有嘛 当然没有 连牧师的儿子 一生下来不信上帝啊 所以还是要 神学家生的儿子 还是要经过 信福音的挣扎过程 所以不信上帝就是罪 意思是说人人都是罪 亚当夏娃因为不信上帝的警告 不信上帝的命令 他们宁愿相信蛇的引诱 蛇的试探 上帝启示真说 还说你们不一定死 这个神跟蛇中文的发音还很像 沙丹会用一些似似而非 很靠近我们的说法来挑拨离间 神跟忍的关系 亚当夏娃因为不相信神 宁愿相信蛇 成为一切罪的来源 所以罪的主要内涵就是不信上帝 所以人人都是罪人 好 罪的第三个定义 第三个含义就是原罪 这个是最难讲的 也是最重要的 这是很震撼人心的原罪 original sin 或者是有人把它称为罪性 一般的文化 所有的宗教 包括哲学家 像亚里士多德这些希腊的哲学家 他们都认为做好事是好人 做坏事才是坏人 所以他们是先看你的行为表现 再来定你的地位 你的身份 但是圣经是逆向操作 圣经是先替你定位 然后再来看你的表现 因为我们是罪人 所以我们才会犯罪 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是义人 是重生得救的义人 所以我们才会行属灵的善事 把原罪讲得最清楚的是罗马书 罗马书五章十二节 我在救恩论里面会不断地讨论这一节 因为这一节可以对付很多的异端 五章十二节 这就如罪是由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罪人 众人 接着才说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因为我们有罪性 所以我们才会犯罪 我先讲因为你是罪人 所以你才会犯罪 先看你的定位 再来看你的表现 犯罪的结果就是死亡 罪的公家就是死 这个就是神学家所说的原罪 original sin 或者是罪性 sin for nature 圣经把罪性讲得很生动 罪是原罪是你看不到的 它不会写在你脸上说 我是罪人 可是它是控制我们 行恶的一股力量 让你不能不去行恶的力量 明知不应该去做 可是你依然去做 是你一股你没有办法胜过的力量 或者是诠释 近代的神学家 给罪下了一些定义 我觉得很好 也许更清楚地点出那个癥结 这个是古典的系统神学家 我介绍两位他们的说法 一位是伯可夫 伯可夫 伯可夫他说 什么叫原罪 原罪就是人与生俱来的 生下来就有了 人与生俱来的 罪的腐败 或者是堕落 另外一位也是上个世纪的系统神学家 Charlis Hodge 他说原罪就是我们整个本质 败坏的情况 人类整体 整个本质败坏的情况 英国有一位 有名的神学家 应该更贴切应该说 他是历史学家 他的名字叫做 Raw Acton 名字很好玩 是Raw Raw就是主 名字是主 我们把它翻成Acton 爵士好了 Raw Acton 讲了一些很漂亮的话 分享给各位 他说全历史人腐化 绝对的权力 绝对会使人腐化 越聪明的人 犯罪的伎俩就越高明 我太阿门了 道德感越强烈的人 就是那个 越完美主义的人 那个越有道德洁癖的人 就越感受到向下沉沦的力量 就像马丁路德一样 他随时觉得有任务清的罪 Raw Acton 他说 基督教的原罪理论 使基督徒会小心提防 那无所不在的罪恶 我觉得讲得很棒 我觉得就空间来说 罪性是无所不在的 就时间来说 罪性他一生跟着你 他随时可以冒出来 他是在我们里面 纯纯欲动 无所不在 而且纯纯欲动 都讲得非常的生动 最近我发现在大学研究所的一些研讨会 也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 因为我几年前参加了台大高等学院的研讨会 都是在讨论 人性中的幽暗意识 人性里面的幽暗权势 幽暗意识 这个是我们中国人 中国的学者的称呼 那在圣经里面的称呼就是远罪 罪的权势 人类的第一宗谋杀案 哥哥该隐杀掉弟弟亚伯 两个人因为在田里一言不合 就打起来了 哥哥失守把弟弟亚伯杀死了 那上帝就故意问哥哥该隐说 你弟弟在哪里 该隐就说 我岂是看管我弟弟的 上帝就跟哥哥说 有话好好说吗 你干嘛变了脸色 你为什么发怒呢 你为什么变了脸色 你若行得好 岂不蒙怨纳 你若行不好 注意 罪就浮在门前 罪好像一头野兽 他浮在你们家门前 他要恋慕你 你却要制服他 圣经在这里讲得很生动 创世纪第四章 罪就像一头野兽 他就蹲在你们家的门口 随时事迹要吞吃你 可是你要制服他 你要对付他 创世纪第四章 六到七节这里用了两个动词 恋慕跟制服 这个是在前一章 创世纪第三章 上帝用来咒诅人类的两个动词 女人要恋慕男人 男人要管辖女人 一模一样的动词 罪就是像女人 恋慕男人一样 一生要缠住我们 我们却要想办法摆脱他 要甩开他 那这个就是罪性的 控制我们去行恶 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 立志行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 由不得我 罪性最好的定义就是 不能不犯罪 这个我太有感受了 我小时候受到罪性的挟支 现在想起来都觉得 那个时候真是身不由己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我小时候说谎面不改色 偷钱是家常便饭 我在家里面是最难管教的孩子 我上面是哥哥 下面是弟弟 可是爸爸发现 最难管教的是这位女孩子 不知道挨过多少编子打 每一次被打的时候 心中是不得已 我知道不对 但是就是去做 爸爸不但打我 打完我以后 还要我写悔过书 写完悔过书 爸爸还要我盖我的手印 下一次再做错事 再偷钱 被抓到了 再毒打一顿 然后把上一次写的悔过书 拿出来念给爸爸听 然后再立一个新的悔过书 我已经写了 不知道多少悔过书 盖了不知道多少的手印 盖到一个地步 自己心里很荒凉 因为我知道这一份悔过书 绝对不是最后一份 我还要盖不知道多少手印 很荒凉 就是知道我明明不应该去做 可是我为什么去做 立志行善 由得我 执行不出来 由不得我 就是你不能不犯罪 它是一股控制我们去行恶的力量 你看不到它 表面上我看起来这么斯文 这么清秀的女孩子 谁知道是这么难管教的坏人 保罗把罪性人格化 把他拟人化 保罗把罪讲得好像是一个人 罗马书七章十一节 罪趁着机会 借着诫命引诱我 并且杀了我 保罗把罪拟人化 把他讲得好像是凶手一样 会杀掉我们 罪一生跟着我们 其实我现在 我应该把刚才那个建政讲完 免得有人觉得 我现在还是跟以前一样 我是大学的时候信主 一信主完以后 从前那些坏习惯 怎么打 怎么骂 怎么写毁过书 都改不掉的坏习惯 突然之间从我的身上 消失的一干二净 而且我变成家里面最诚实的人 我的学生还跟我说 蔡老师 他如果看到他脸色不对 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以前这么会掩饰 这么会说谎的人 现在就是火包不住纸 纸包不住火 但是这个优爱意识 其实一生还是跟着我们 信主以后还是如此 所以我们要处处的提防他 他会在我们里面蠢蠢欲动 所以我们一生要倚靠恩典 我们多多的倚靠圣灵 我们就能够制服他 我们要努力摆脱他 我有一位学生 他现在是教会的传道人 他带少年团契 他会教少年团契的主日学 那有一次在教导 基要真理的时候 他就带这些少高 少高团契玩造句游戏 造句游戏就把系统神学 基要信仰边境那个游戏里面 就由他来造句 最好像空格 总是在一个空格 最后是一个惊叹号 真讨厌 最好像什么什么 总是怎样怎样 真讨厌 就让少高团契的小朋友去玩了 这些小朋友 他们也有创意性 让你跌破眼睛 讲得非常好 所以我现在连神学课都可以用 他们说 最好像身上的灰尘 总是抖之不尽 真讨厌 最好像皮鞋下的口香糖 不小心踩到口香糖 总是摆脱不了 怎么样用都扒不下来 真讨厌 其实你用冰块弄一弄 它就掉下来了 最好像影子 shadow 总是如影谁行 真讨厌 这是少高团契的答案 我也有我自己版本的答案 我觉得也很好 分享给各位 最好像是染头发 染个没晚没了 春风吹又生 真讨厌 就是我们一生被套牢了 你到了一个年纪 白头发就一直生生生 醉就是这样 一直 一辈子缠着你 醉就好像喝咖啡 你会上瘾 就好像玩电动 玩手机 那个上瘾行为 总是缠住你 套牢你 让你很难摆脱 真讨厌 好的 让各位 从这些生活力证 去体会原罪 罪性的可怕性 它的 无所不在 蠢蠢欲动 好的 我们今天介绍到这里 谢谢各位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踏平将同地道 就是我们 我们一条心 踏着道路 因为雪会比处日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比处 耶路上